不要以為這些是前期的影片 其實是清潔公司清潔完後期的影片 你們又收不收貨呢? 本片是由SR Express 贊助播出 買優質電話、平板以及電子配件 認住這張貼紙 Scan 畫面上的QR Code 去經銷箱看看 鍾小姐急著搬屋 希望可以在搬家師入伙前 全屋清潔一次 由於清潔的位置都比較大 所以就想找一間專業的清潔公司 可能有臨近新年 很多公司都說要2月尾才行 沒得她選的情況下 剛好這間合得到時間 根據赤數 這間公司佈價2788 鍾小姐覺得價錢都尚算合理 服務除了包全屋清潔 還送上高溫消毒 聽起來就好像沒什麼問題 清潔當日就有兩位男士上來 當時家裡還未有家師 所以鍾小姐就趕了三點想重點清潔 燈罩那裡我事先已經跟了她們的CS說 需要塗一塗來洗 因為裡面就有少少昆蟲 第二就是廁所和我的房間都會有少少掛勾 那我就叫她就算不小心剷什麼都不要緊 幫我剷走掛勾的情況 我們會有一個跟樓下的廣機 叫她幫我擦一擦乾淨一點 因為都會比較接觸到自己的東西 前定軸慢定軸都沒有用 因為到頭來一樣都沒有做到 這些位置一擦出來 我的手當時已經黑了 充滿著塵埃 她是沒有處理過的 而這個電線的位置也是 這些位置她是沒有嘗試幫我擦一擦 裡面所有的位置 現在這個狀態是我自己用濕紙巾擦完的 清潔人員都說應該是擦漏了 她們都是承認的 說回當時了 鍾小姐交代完就把房子交給她們 到六點鐘清潔公司通知她 清潔姐姐已經清潔好了 對呀 你沒聽錯 真是由哥哥變成姐姐 其中一個還是年過七十歲的老伯伯 然後她就跟我說 那兩個男士因為有工作 已經離開了 換了另外兩個清潔人員 我也是有點驚訝 因為她是沒有通知過 我突然間中途轉了人 但都OK的 導致我上來看了沒有問題 就OK了 誰知 我就問她 我是不是要脫鞋進去 她就說不用 你這樣穿著鞋就可以了 我當然也會有一點驚訝 就覺得 你不是應該拖了地 你背 我就進來查的時候 就發現整間屋在不同的位置 例如是 鋁窗 廚房 廁所都有顯然易見的 一些髒的地方 是完全沒有清理過的 鍾小姐即時WhatsApp客服 客服就叫她 跟清潔人員說 叫她清理回 我都會覺得 如果我上來 見到還有少少地方 有污漬 我叫她清潔 其實只要她們肯清潔 我都願意接受 但是 那個 骯髒的情況 其實是真的 我隨便抹一下 都還是黑色 就真的挺嚴重 我就會有疑問 其實那六個小時 你是做了些甚麼呢 雖然說可以逐處執收 但是 有很多位置 都會有一些藉口 譬如是我們的窗 我一抹下去 手指一抹就是黑色 她就跟我說 因為我的窗氧化 所以不抹 都一定會有黑色 還有因為窗邊位 都還是很黑 當時她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抹完沒有關窗 所以出現層 就吹進來 如果你開過窗 就可以吹進來 我想你在這裡清潔幾個小時 這層應該會積雪 而在工人離開之後 才發現原來很多位置 根本就沒有清潔過 打開了這個櫥櫃一抹 當時有些黑色的水 沿著這個邊這樣滴下來 應該是油漬遇到水 之後就流動了 滴在這個位置 另外 我們手開這個櫃的時候 一抹 這些位置就這樣 張住了自己的手 當時是 這個是我們抹的 可以是這樣 你們抹的 爐頭這個位置 我們最後是用了好幾個小時 才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其實全屋所有的東西 他們不是沒有抹的 但一定是完全沒有用力的 我自己用濕自己抹一抹 都可以的東西 它就應該一塊布 整間廚房 可能一塊布都不洗地 抹完整間 講完廚房 就講一下冷氣機 他們都有清潔 不過洗完 隔塵網都未乾 就裝上去 搞到冷氣機 不斷滴黑色的髒水出來 搞到牆身都髒了 而廁所地下 清潔完之後 整地濕了 懷疑他們根本沒有拖過 這麼小的廁所 最後要整整三天才乾得透 客服就說 因為回南天和 所以就這麼濕 這麼難乾 你們又怎麼看呢 而過窗 訪問當日 還看到有很多水積 髒到這樣 實在不能接受 她就跟客服反映 希望可以上來處理 不過客服就說 鍾小姐當時檢查過 沒有問題才給尾數 另外我也有反映 其實我都放下了一間屋 給你們六個小時 每一處都要我自己檢查 這麼清楚的話 其實真的沒什麼可能 甚至乎 其實我發現有問題的地方 都不是轉角位 或者拔開架子 發現背後有些塵埃 而是包括桌面 基本的窗 爐頭 這些顯然的污漬 都是完全存在的 雖然當下都很無奈 但她很快修拾心情 準備修拾這個爛灘子 但第二個問題就來了 我就發現 我家裡的清潔用品 大部分都不見了 當時為了方便他們清潔 所以我都有把我本身用的 一些譬如油漆 或者一些清潔用品 我都是把它全部收拾在 這個coiner 以免影響到清潔人員 去幫我清潔房子 但當他們離開後 我都發現這裡是一些翻炒的痕跡 她發現所有的清潔用品 地拖 掃把 甚至乎一些不關清潔事的補償工具 和地毯都不逆而非 究竟是有心 還是不小心呢? 等大家來評論 好 這個其實就是我剛剛所說的地拖 其實都不是那些 一般清潔公司會用的常見款 其實很明顯是一個家用款 但他們竟然是可以拿錯了 並且回到公司都是毫不知情 好在當時家裡沒有什麼家具和電器 如果不是 後果真是不敢想像 這個情況 客服又怎樣解釋呢? 他就說清潔人員急急腳走 所以沒有看清楚 之後還逐個認低 叫事主生物認領 每次講生物 客服都有回應 但講到清潔的問題 客服一律已讀 裝看不到 究竟是否清潔變偷東西呢? 清潔公司又是否想側側不處理呢? 你檢查到資料嗎? 我們上到攝氏清潔公司 誰知去到門口 疑似有職員想恐嚇我們 你檢查到門口 沒有 你做我做你 甚麼? 不是啊 你做我 我不做的 你剛才說你做我們 我不會做的 你想做我們 你想做我們 是甚麼意思? 我說你做我 我不會做你的 你剛才不是這樣說 不要搞我 不是啊 我問一下回應 我不是搞你的 你是負責人? 你是否負責人? 我們剛才是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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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誰 請問 你有沒有負責人? 甚麼事?請問 我們收到報料 鍾小姐跟你們說 你們就想清潔 但是你們拿了他們的東西 也不止 我也不知道你說誰是鍾小姐 不好意思 你會檢查多久? 我不是負責的 我的負責都不在 你請我撿回去 不好意思 有沒有這件事? 我不知道 你們還給他們嗎? 你是鍾小姐是誰? 我們是記者 就是你不會回應 就是你不會回應 我一定會知道 我們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會不會查一下? 就是你現在不會回應? 鍾小姐事後把事件放上網 發現原來有不少人 都有同類型的經歷 她建議大家 下次都是找朋友用過 介紹的 也可以找一些大型的 出名的清潔公司 你們有沒有試過這些經歷呢? 歡迎留言 記得like 和share出去 給更多人知道 Channel C的觀眾 大家好 我們是Lolly Talk 祝大家龍年 新年快樂 恭喜佛財 Hello Channel C的觀眾 你好 我林家謙 祝你們龍年新葬日見 龍馬精神 開開心心 Hello大家好 我是陳雷 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馬精神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心不上事性 哈哈 謝謝 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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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